按下它自動幫我產生 另外當然我剛剛的程式是只有寫到那個 4J J的話是欄 第幾欄呢 從第2欄我剛剛是第6 當然你也可以把它寫到 4J等於第2到第15 那就全部了 OK 那全部的話就一個一個幫我 把那個 全部的 這個工作表全部 都產生了 但是產生我們來看一下 我可以按個按鈕按下它 這樣子的話呢就全部自動就幫我把 順柳分析表 全部都做好 但是問題啊我是覺得還可以讓它更好 哪個地方呢 就是因為它做完之後就跑到最後面 所以理論上最好就切回來 切到哪裡呢 切到第1個 最好按一下 那有的時候啦其實如果你要讓那個 程式更切新一點的話 可能就是 再不如就是啊 你就是最好跑完之後 然後 可以切回去的話 那其實你就加一行 叫什麼 序詞 你就切的話呢 好像這有點像錄製劇集會產生的 序詞第幾個 瓜虎第1個 序詞1指的是那個第1個工作表 那如果我要切過去的話 你可以寫什麼 點什麼呢 點select 我們在錄製劇集常常會看到這個單字 select 意思就是說幫我把它切回到 第一個工作表 那一路跑完之後 自動就切回去 這樣感覺會更貼心 不過另外第2個問題是 跑完之後 會有個麻煩的地方 光要把它刪除 太多個 所以接下來 後面我們會講一下 如果 這個 產生這麼多工作表 如果我要手動刪除 其實也頗麻煩的 那假如說呢 我希望 可不可以一次 全部幫我把它刪光光 留下一個就好了 所以後面的話 我順便補充 在第 第44頁 其實就什麼 刪除工作表 OK 所以如果你要刪除工作表的話 當然你也可以用錄製劇集 不過那個錄製劇集下來的東西 可能會很多地方不合用 所以我乾脆 自己的事業部分的話 乾脆就是自己 來 產生這個 不過產生這個可能 要注意一下就是怎麼樣去產生 這一個 刪除工作表 當然你也可以用錄製的 剛剛那個 錄製的話 我們 還是需要 把那個 第2個選取 然後再 按下SHIP鍵 去選最後一個 這個 不過錄製的 我記得好像這邊是 不太 容易出錯了 所以我建議 因為 刪除工作表並不困難 你倒不如就是乾脆自己來 把這個 給寫 寫一下算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怎麼樣快速刪除 第一個 一樣切到那個Visual Basic 第2的話 我們直接在那個 這個 聚集 裡面上方有個插入 如果我今天要產生一個刪除工作表的話 那請各位就 按一下那個 上方的插入一個 插入程序 其實程序 就是我們的Sub 插入程序 那Sub名稱的話呢 也許我給他叫做工作表 刪除工作表 插入程序 刪除 工作表 確定一下 那再來的話 你就告訴他說 你要刪除的 是哪一個工作表到哪一個工作表 那因為 我們將來刪除 工作表會有個問題 就是如果你今天 刪除的工作表是第2個 如果你把它刪掉的話 那後面就少一個 他會往前移動 那也就是你刪 你本來要刪他第2個 可是因為第2個刪掉之後的話 第3個會跑到前面去 所以問題怎麼樣 如果你本來要刪 第2個刪掉 你接著要刪第3個 結果第3個跑到第2個 那你變成什麼 你要再減1 或者再加1 其實很麻煩 所以乾脆這樣 我的習慣是從後面刪回來 從後面刪回來 意思就是說 我今天如果刪到最後一個 刪掉他之後的話 他不會影響前面的 OK 所以